你 先生 怎么了 哥们 怎么了 什么情况啊 哥们 先生 你没事吧 先生 你没事吧 是吧 晕倒了 是吧 叫救护车啊 哥爷 打电话 快叫救护车 他已经没呼吸了 我打电话 我来等 我来 我来 你让你吧 回头人赖上你怎么办呀 不要忘了 是呀 乖 乖 乖 你快到了 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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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等救护车来吧 是 这里有人晕倒了 好 我们等您过来 是吧 120已经打通了 救护车马上就过来 快点120来吧 对呀 等等吧 能行吗 他好像动了 能不能行吗 先生 有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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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点吗 好点没有啊 好点了吗 醒了醒了醒了 好点没有啊 没事了 快起来啊 快起来 快 别 先别 他竟然醒了 喝口水吧 让他先休息一下 等救护车来 等救护车来 先生 没事就行 没事就来 姑娘 今天真是多亏你了 擦把汗子 好 谢谢 谢谢 刚刚是您打的电话吧 对 姑娘 太谢谢您了 辛苦了 辛苦了 真优秀 真优秀 真优秀啊 谢谢您啊 我看你都这么累了 我们去对面咖啡厅 喝点东西吧 病人都已经那么久 没反应了 一般人可能就会放弃 不会继续拼命去救 你为什么能坚持 我一根金杯 抢救了黄金四分钟 我一秒都不想耽误 你们素妹平生啊 你救了她一命 但是她可能 根本就找不到你 也没有办法感谢你 只能说 她这个人比较幸运吧 四分钟 就可以重获新生 比起我上午被草菅人命 能赋予别人生命的感觉 简直太好了 草菅人命 也不能这样讲 见到她之前 我刚刚去找了一家风朋友 不到四分钟 我就被拒绝了 我能冒昧问一下 你的项目是什么 这个 不好意思 那可以 给我一张你的名片吗 好啊 给你 灰质科技 我来了 这么早啊 你们不是更早 哎呀你今天迟到了啊 谁说我迟到了 我为了谁啊 我不是一大早去排队 买你们俩最爱喝的咖啡沙拉 还有三明治啊 谢谢 谢谢 哎 今天下午什么安排啊 今天下午去趟银行 然后开个会 好 文静 我给你做了一个收益分析 你来看看 她做的 嗯 瞧不起谁呢 我还给你做预算了呢 下次我重新给你写一个 商业计划书 请问是灰质科技吗 哦 是 请问你找谁啊 刘总在吗 刘 文静 找你的 你好 还记得我吗 当然记得了 怎么是您啊 快聊话话 您是 这位就是我跟你说的 跟我在马路上一起救人的 那位女士 你好 跟我们家文静一样热心的 就是您啊 昨天太着急了 都忘了问您贵姓了 走 我是 哎 这位是 方总 小行 方总您怎么在这儿啊 你 你们 哦 这位呢是方总 阿克思资本的方琴方总 方总就是林文静 我老板 我说难怪呢 原来是有你的加持 没有没有 我给她打工 真的是不好意思 昨天在一起那么久 我竟然没有认出来 方总 救养大名 进来坐 坐 不用了 我来呢就是想告诉你 你那黄金四分钟让我很震撼 后来聊了一下 也觉得你很有力量 所以我也想给你黄金四分钟 收拾你的项目 看看你能不能打动我 现在吗 那我们就把时间留给他们吧 我们先下去吧 不 还是我俩下去吧 我看到楼下有家咖啡店 如果我拒绝的话 还能随时夺门而逃 比较方便 怎么样 好多的青春 谢谢 小刘 那我就先投八十万 剩下的 等看APP具体的运作成本 进行下一轮投机 合作一会 谢谢 谢谢方姐 就这么说定了 我们 他只会这一招 通关门 说啥了 你在哪儿 量了什么了 你们都不知道 我刚刚 我 我太紧张了 我就一直偷瞄我的手表 我只用了三分二十五秒 三分二十五秒 你太牛了 你说我这个时候 为什么要偷看我的手表 我是不是太无聊了 你快说说 你说了什么把他打动的 等一下 我觉得我太激动了 我现在需要 安静一下 我需要你们的拥抱 没有 我就知道你可以的 谢谢花花 真棒 我就说嘛 你可以的 谢谢 你跟他说了吗 你在镜子前想出的这个点子 我那个时候 怎么想得起来呢 没说 也是 把这一段 放在发布会的时候 跟记者说 说不定就可以成为一段 业界佳话 果然编户这人 脑袋怎么不着编辑 说什么呢 头多少钱 我问 你别卖关子 你快说啊 八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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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太好了 我们要钱了 好好好 我看看这边有没有啊 给你买过去 不好意思 鸭美女 我把你这个弄湿了 不好意思 我真的没看见 这水不能往外泼 我不是故意 我没看到 你看泼到人了吧 我没看见 我不是故意的 你不好意思啊 我妈刚来上了 刚刚刚刚毛巾来 快拿水 来 哎呦 要不进去换件衣服吧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阿姨 是 是静静 没事吧 静静 真的不好意思 要不进房进房间 我再给你拿件干净衣服 没关系 前面有个商场 我过去买一套 哎呀 好久也不见了 我再给你做头饭 既然走到这儿了 到家里坐坐吧 真的不麻烦了阿姨 我还有事 下次我再过来拜访你 我先走了 再见 我送你了 回来吃饭啊 妈 那女的是谁啊 外管呢 闲着不要管 听他们说 你现在过得不错 现在看来 是真的不错 你呢 刚刚那个女孩 我老婆 你有孩子了吗 三岁了 是个儿子 很幸福啊 没想到 我这儿刚搬回上海 就碰见你了 嗯 是 搬回上海了吗 嗯 我妈的主意 开工今天 都没听朋友提醒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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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